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0日 我们将一起探索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个世界最大艺术博物馆之一 体验一场艺术、文化和历史的盛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 当时一群公民、艺术家、律师和商人 提出了创办一个艺术博物馆的想法 以带动美国的艺术和教育发展 同年的4月13日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宣布成立 早期大都会博物馆位于纽约市的一个私人住宅 1880年3月30日 博物馆在第五大道现在的馆子向公众开放 博物馆的早期产品主要来自于创始人和其他支持者的捐赠 后来许多收藏家和刺商家也开始向博物馆捐赠 或移赠他们的艺术品 博物馆现在已有200多万件产品 涵盖全球各地的文化和历史 时间跨度5000年 与此不同的是 法国卢浮宫的早期产品 主要来自法国皇家的收藏 以及法国革命期间 从教堂和皇宫中没收的艺术品 而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早期产品 来自于博物馆的创始人 和诗斯隆爵士的个人收藏 现在我们就进入博物馆的展厅 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 首先 我们来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的特别画者 文森特梵高是19世纪末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他于1853年出生在荷兰的一个牧师家庭 一生困苦和挣扎充满传奇 他曾做过艺术金箱商 教师甚至做过传教士 但都未能成功 他27岁时在弟弟古林下开始绘画 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 但他对绘画的热情 驱使他自学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梵高的作品通常以其充满活力和激烈的色彩 以及对光线和纹理的独特处理而著身 他的画面快速而出招 感到一种生动和直观的感觉 他的作品并不只是在描绘看到的事物 更是在表达他对世界的感受 不幸的是 他一直在与精神疾病斗争 最后37岁时自杀 虽然生前他的作品并未受到广泛的认可 但他身后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 今天梵高被广泛认为是西方艺术史上 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这幅《星夜》是梵高在1889年 初在法国精神病院期间创作的 也是他最为人质的作品之一 他用大胆的蓝色和黄色描绘了夜空和星星 用玄奥章的画笔描绘了天空的动态 给争一种夜空在动 星星在闪烁的感觉 这幅画同时展示了梵高对自然的热爱 以及他对宇宙的深深敬畏 这幅画是梵高艺术创新的代表作 展示了他独特的色彩使用和形式处理 也表现了他深厚的艺术才华 在这幅麦田与博树画中 麦田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芒 与蓝色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的画笔捕捉到了麦田随风摇摆的动态 给着一种生命的旺盛和生机昂然的感觉 梵高在这幅画中使用了他特有的厚重和粗糙的画笔 使得画面具有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纷粒 他大胆的色彩和形式处理 使得这幅看似普通的乡村风景变得充满了情感和动态 这幅麦田与博树 据说是梵高最喜爱的画作之一 展示了他在精神压力下 仍然保持着创作活力和艺术追求 这是梵高的特别画展 是第一个以树木为主题的画展 刚才看到了两幅画 新叶和麦田与博树 就是这次画展的核心 这次特别展出了约40幅梵高作品 让我们了解了他对长绿植物的迷恋程度 以及由此激发的想象力 也让我们在了解起创作背景下 有机会重新欣赏梵高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 在我身旁的这幅梵高自画像中 他用活泼的色彩和明亮的调子描绘了自己 他的皮肤由橙色和绿色的点状笔触构成 形成了一种光影效果 这是印象派画家的常用技法 他的衣服和背景 则使用了厚重的彩色的笔触 这是点彩主义的特点 他的眼神直视前方 充满了力量和决心 这幅自画像 现在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要掌品之一 博物馆也收藏了其他印象派大师的作品 如雷诺阿 莫奈 德加 赛尚 高庚等 简短地说 印象派画家反对陈旧的古典画派 和娇柔造作的浪漫主义 注重在绘画中对光合影的研究和表现 由其作为后印象派画家代表的樊高 赛尚和高庚 彻底改变了西方绘画面 由客观再现走向主观表现 共同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大门 在他们的创作思想 艺术观念影响下 产生了野兽主义 立体主义 表现主义 抽象主义等 他们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 博物馆还藏有中国明代风格的苏州园林 这是第一个永久的中国和美国文化交流项目 它由来自苏州的21位工匠 5位工程师和一位厨师主持人团队 于1983年建成 这里是中国古代艺术展区 这幅钥匙佛法会壁画 曾在元代用来装饰山西广盛市大殿的东墙 据寺庙里的一块石碑记载 在1930年代 僧女们以1600英元 卖掉了装饰大殿的四幅壁画 以防止地震损坏后的大殿倒塌 这是其中一幅 博物馆的单独神庙是镇馆之宝之一 西班囚唯一一座完整的埃及神庙 由埃及政府于1965年赠予美国 以加强美国在保护乌比亚历史遗迹中提供的援助 当时为保护这座神庙 不被在阿斯旺高坝之后的尼罗河水淹没 而将它拆迁 这座月公元前15年建成的单独神庙 虽然规模不大 但它却拥有一座神庙的所有基本组成部分 一座大门 一座门囊 一间祭祀和一个神堂 现在来到武器与盔甲展厅 这里收藏要全美最多的欧洲盔甲 包括英国国王亨利巴士的盔甲 最后我们去探索博物馆常有的 古希腊和罗马 欧洲 美国的大型大理石和青铜雕塑作品 3.5公元 6.4公元 270公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旅程就要结束了 在这个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博物馆中 我们见到了历史的痕迹 文化的交融 艺术的创新 希望你和我一样 在这次的探索中感受到了艺术 历史和文化的魅力 谢谢观看 欢迎点赞 留言 订阅